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它的续航表现到底怎样 为此我找了两位最合适的专业测评人 分别是一位一年级的小同学和一位五年级的小同学 请他们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用尽任何方法消耗完20%的电量 我平时用的手机玩一个小时的游戏 差不多要耗掉25%的电 所以20%的电是肯定玩不到一个小时游戏的 但同样是20%的电量 K7X肯定不会轻易投降 任何APP 任何游戏APP都可以 只要不把它泡水里或者把它插到皮卡丘的屁股上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耗完20%的电量就算挑战成功 如果挑战成功 这部手机我就送给它 现在正好电池电量仅剩于20% 你知道我们今天的挑战是什么吗 今天是要耗20%的电 你有信心能挑战成功吗 肯定的 挑战成功的能送手机 对 给我吗 给你啊 好 给我呀 挑战开始 你有什么想法 你觉得怎么样才能让这个手机更快的耗光电呢 首先 对 你觉得最好电 亮度要调到最高亮度怎么调 然后声音调到最高有没有耳机 还打捅龙 捅龙 捅龙 你一会儿就上什么课来着 拼音 拼音课 你现在耗了多少电了 现在14的电 17 那肯定来不及 我打你耗不完 你感觉耗不完啊 接这个 我这次任务不是打游戏 是拿手机 那打吃鸡的 吃鸡我是打的 不要打的 因为太简单了 没意思 那不行 那我要见识一下 这把不拿第一 我吃 谁不吃 谁不吃怎么了 谁不吃 谁就是第一 好 你说的都弄下来了 这游戏玩意太不紧张了 让我来问一些紧张的问题 成绩怎么样了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那是第四名 第四名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没有物资吗 你能告诉我你成绩怎么样了 不要 班上你其他同学都在玩什么游戏啊 不知道 那你平时是聊什么呀 不会是聊学习吧 当然 你们下课聊学习啊 嗯 什么 如果是我的手机的话 早就已经用完了 那你会在下课的时候把你的手机借给其他的同学玩吗 不会的 那你就自己玩 嗯 所以你下课是自己在玩手机是吗 对 不来吃大龙虾了 我还有十分钟 不疼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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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疼难就后面的小朋友也要不疼难完成了 剩2.6分钟 我真的想要啊 再加十分钟 你还再加十分钟啊 那再加十分钟吧 你加油啊 但是魔法在里 魔法阵 我对不起 魔法阵子还大 我日子它咋下车了 你脏话哪儿学的呀 抖音吗 我日子到底什么意思 我日子是什么意思 吃鸡啦 就是这么的简单 唉 恭喜你 至少不用吃鸡吧 没针啦 还有一分钟 哥 我还想玩 两个小朋友各玩了一个小时的手机 动载表现非常的出色 非常有策略 他一上来 就把亮度音量都调到最大 中间还企图开手电筒 可惜这是不允许的 他在尝试的过程中也发现 和平精英要比王者荣耀耗电很多 于是他成功在一个小时的最后一分钟 完成了挑战 恭喜你 是我的啦 他已经挑战成功了 但是手机没电嘛 我要给他先充一下 这时候让人家把刚刚没有玩的游戏玩完吧 他就有一个闪充的功能 充电15分钟 可以用30%的电 虽然动载挑战成功了 但是 KTX的续航是真的没有什么问题的 毕竟很多都不是正常使用的常规操作嘛 而且玩游戏开的都是高画质高帧率 不是省电模式 而在另一边 一年级的马小马同学 他一直在玩王者荣耀 那个电是一点也耗不光呀 他到后面无奈之下 竟然采取了魔法攻击 我很佩服小朋友的想象力哦 OPPO KTX 作为一个主打续航的千元机 除了5000mAh的电池和30W的快充 其他的配置也还挺不错的 90Hz高刷新率也没落下 1399的价格 性价比可以 至少小朋友们是很满意的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后面有马小马同学的比赛结果哦 最后两分钟喝点饮料吧 不用不用不用上吊 不要上吊